上周日 印象中国思想会剪裁仪式在位于Tustin Walnut Avenue的Plaza举行 各界华人精英纷纷盛装出席来见证这一盛事 在剪裁仪式开始前 飞哥首先叙述了自己为推广刺绣艺术 走遍五湖四海 商旅全国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历经14年的艰辛故事 让在场人士无一不为之感动 嘉宾们致辞时也纷纷表示将支持飞哥为中华文化推广尽出绵薄之力 谢谢大家 今天挂联这个地方 我们 我本人做苏州赐秀也差不多14年了在海外 商旅了差不多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那么最近我们4月25号又搞了一个旗袍秀 网上的旗袍秀 最大的点击差不多将近1000多万到现在为止 53个人参与 那么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发 我们的国粹啊 旗袍啊 刺绣啊 在海外这么受欢迎 那么我们的文化已经弘扬了5000年了 在东方 那么在西方呢 怎么去弘扬 只能靠我们这些华人 华侨一起努力 那么现在在接下来的14年 24年中呢 我准备就是通过建一个平台的方式 线上的平台 还有线下的平台 那么线上的平台呢 主要通过互联网 微信圈啊 这是一个现代的宣传模式 非常的快速 那么线下呢 我们就是成立了这么一个思想会 然后建了一个平台 大家就是说做教育的 茶道的 刺绣啊 旗袍等等 还有中文教育 可以一起来在这个地方办课程 那么我们说明要可以开放 苏州刺绣 简称苏绣 原指江苏东部各地刺绣之总称 包括中国苏州 无锡 长州 南通 扬州等地的传统刺绣 其中以苏州刺绣最古最盛 至今流传 故时下已为江苏刺绣之一般代名词 苏绣是中国四大名秀之一 以其表现手法细腻 逼真而闻名 2006年被列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而飞鸽刺绣题材广泛 中西合璧 和多国摄影家 画家合作 将生动形象的自然景观 各地顾客喜欢的花鸟动物等 用纯手工刺绣表达出来 刃千丝 缝百色 绣万国与意景 以真作画 以线形师 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这一全新的创新模式 已经受到了洛杉矶艺术品市场的认可 汉年卫视记者王月宁 乔可报道